十个白鹿也救不了跑男节目组 把生理骑士当作笑料的低级趣味 某期节目中 导演组请来了天王小昆凌 和实力小孩蓝盈映做嘉宾 结果游戏环节刚开始 郑凯就把注意力放到了昆凌的脚上 你脚好大哦 一句话让天王小拘谨的将脚护在怀中 或许是感受到了昆凌的尴尬 一旁的蓝盈映主动结尾 他脚肯定没有大 我39 但他显然没有想到 就是这句话让他成了整期节目最大的笑料 就连穿透明袜子都成了原罪 盈映本来脚就大 还穿透明的袜子 这无处可藏 分组PK抢被子的环节 小小灵动的松组儿得知自己 跟蓝盈映分道理一组 吓得嘴都飘浪 受我理解能力不足 难道脚的大小 也跟个人力量直接挂钩吗 按照这种理解 古代的三寸精灵都该如若无果 怕时下床都成困难 但这样赤裸裸的生意 其实并未到此极数 之后的游戏环节 只要蓝盈映上场 大脚这两个字 始终挂在跑男团成员的嘴边 如果说成员之间的调侃 还可以理解为熟人之间的玩笑 那么节目组的后期特效 实在是让人接受无能 通话故事中的巨人出征 应该也就这样的效果了 顺文之对一个女孩子来说 真的合适吗 该期节目播出后 因此脱粉的观众不计其数 之后随着三巨头的退出 跑男的收视率跌至冰点 直到性格豪爽的白鹿 拼一己之力盘活了观众缘 但曾经的生理骑士 仍然是跑男实际以来 洗脱不掉的污点之一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蓝盈映高情 稍微昆林解围的行为 本该收获不少好评 却带不动她一项 岂岂可危的负面口碑 蓝盈映或许是第一个 做好事惨遭群潮的明星 2022年7月 蓝盈映和孩子互动 好温柔的词条 突然冲上热搜 点进去发现 是其工作室上传了一组 蓝盈映和白化病儿童的 写真画面 作为关爱白化病工艺大使 此举本该收获一片好评 可评论区却尽是嘲讽和谩码 原因是打着关爱儿童的名义 放出来的12张照片中 只有两张是和白化病儿童的合照 其他全是蓝盈映的个人写真 凹身材 秀美貌 摆拍痕迹过于明显 于是网友纷纷吐槽 表示这两位患病儿童 更像是他拍照的工具 来借此制造话题 还有最关键的是 身为关爱白化病工艺大使 蓝盈映应该知道白化病患者 要尽量避免直接暴露在阳光下 否则可能会给皮肤带来二次创伤 但拍照时他显然没有注意这一点 因此甚至有网友之言 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尽管单从这组照片来看 网友的愤怒不无道理 但能够成为官方认定的工艺大使 蓝盈映还不至于如此 堂而皇之的作秀 而翻看其个人社交账号 会发现其上传的照片和视频 与工作室的风格完全不同 侧重点确实在患病儿童身上 不过仅仅一组照片就能引起公愤 除了工作室的营销手段过于拙劣 蓝盈映的个人口碑也占了决定性因素 因为在此之前 他给人留下最大的印象 就是为了赢可以不择手段 比如参加浪姐一时 明明有机会选择擅长钢琴的白冰 他却偏要选择对乐器一窍不通的吴欣 并以自己为标榜 强制要求对方在十天之内学会被死 逼得无心在后台崩溃痛哭 再比如二宫结束后 迎下比赛的宁静组 可以从其他组中吸纳一位新成员 但规则是不能由宁静主动挑选 必须是其他组成员商量后 自行决定由谁加入 首先面临抉择的便是张雨琪组 原本张雨琪打算大家讨论一番 结果还没等得出结果 蓝盈映就自作主张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之前 宁静已经向正希仪抛出了橄榄枝 也得到了正希仪的肯定 结果因为蓝盈映的半路杀出 搅乱了所有计划 自此蓝盈映就多了个 征强好胜的标签 口碑也呈现两极分化 索性出身优渥 背靠一万家产 他并不在乎外界的评价 娱乐圈的人际关系究竟有多现实 由于征强好胜的性格 蓝盈映在圈内的口碑一直不好 唯一令人称赞的 也只有差点让张子怡 隐恨的娴熟演技 但谁能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要人气没人气 要口碑没口碑的三线女明星 一条官宣微博 却引得数十位 内语顶流争相转发呢 7月29日 蓝盈映与范澄澄的新剧 被遗忘的时光开播 作为剧主女主 蓝盈映第一时间发布了官宣微博 立刻就有20多位明星帮忙转发宣传 华晓明 张博之 张寒韵 钟立体等大咖纷纷下场站台 另外还有王欧 白冰 金晨等当红演员 类似的禁语发生在杨幂 或者赵丽颖身上 都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可唯独蓝盈映是个例外 虽说帮忙转发的明星 大多都和她在浪姐舞台上有过交集 但看过第一季浪姐的都知道 蓝盈映当初逼哭无心 急呼正希的行为实在不讨喜 不仅拜光了观众员 连宁静 张雨琪等前辈 蓝盈映究竟有什么魔力 在我看来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 除了实力小花之外 蓝盈映还有另外一重身份 那就是顶着上亿身家 勇场娱乐圈的超级富二代 母亲蓝雪球风姿卓约 名下拥有十几家公司 继富陈凡更是魔都有名的富商 早在20年前就作用了上亿资产 所以别看蓝盈映出道至今 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还是甄嬛转装的婉币 却可以在上海有名的富人 去轻松买下价值上亿的豪宅 家常版房车也令人艳羡 内部空间足够骑闪转腾挪 跳起舞来也毫无紧促感 当然娱乐圈有这种身家的明星不少 没必要巴结一个口碑一般的三线小花 所以能够让这些明星下场 站台的另一个原因 是被遗忘的时光出平方 名叫湖南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公司 该公司只属于湖南广播电视台 如果说蓝盈映还达不到 一呼百应的实力 那么芒果台的薄面 内娱一众明星还是要给的 强捧资本臭角的同时 圣诞银和一个在演艺圈混不下去 就要回家继承亿万财产的富二代 咱们看的都是比稳赚不赔的买卖 何愣而不为呢